他是2017年8月註冊的 今年我也要開到交易 創建的這個人布蘭姆 那開發他是主要目的是開發區塊鏈 跟智能交易的一個平台 他要改善全球金融的支付系統 稱為空間和時間的證明 他比比特幣環保省電太多了 所以我們說他是環保型的比特幣 因為比特幣的耗電量非常大 他一年耗電量是114.66TWH 這個比一個國家還要多 比荷蘭阿根廷澳大利亞的國家 一年的耗電量還要多 那這個7RB耗電量非常省 所以他是環保型的這個比特幣 有人這樣稱 好第六個區塊鏈 區塊鏈上面的加密貨幣 進行快速交換的技術 是第一個企業級的數字貨幣 並且有兩個非常有名的世界級的投資機構 已經開始認可投資他進去 所以他是比較穩健的 那我們剛剛講到他有兩階段 7RB的挖開網領 第一階段叫耕地也叫批盤 就在你的電腦上開始 這邊翻耕叫批盤 第二個更完之後再去播種 播種完 有機會就會找到7RB 那耕地的時候要做什麼 需要高性能的CPU 你的CPU如果是性能越強越多工 他可以同時做好幾塊的耕地 不是一次只能做一塊 做完再做第二塊 太慢了 高性能的CPU 多工一CPU 他可以一次好幾個 就所謂的高性能CPU 在耕地的時候 第二個他需要16G以上的內存 有人說4G 然後有人實驗者說4G太慢了 所以要16G 第三個是要2TB以上的SSD 來做什麼 做耕地 當耕地完成之後 要把它交給什麼 去播種了 那播種需要什麼 需要高容量的硬碟 就所謂的8TB以上 80 十二十四都可以 在耕地的時候 跟播種的時候是不一樣的 這個需要SSD 耕地完就沒有了 那你播種就需要怎麼樣 高容量的硬碟 懂我意思嗎 所以不是說不需要SSD 也需要 那最後要再耕地 要播種的時候 就要大型的硬碟 到底怎麼樣最容易挖到7RB 就是說你在耕地批盤的容量 你批完了我批一塊地 大概是100M左右 那批完之後怎麼樣 放在你的硬碟空間 那相對於全球的這個空間 可能很多人在那邊弄 全球的空間可能是有 100萬個那也是1萬個 那你的中獎機會是100萬之一 所以你的容量越大 就是你所謂的PD的容量越大 你硬碟容量越大 把它鋪滿了地 那你相對你挖到7RB的機會 就越大 是這個意思 你說佔比越高 就容易挖到7RB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它需要大容量 8T 10T 12T以上的 這個傳統硬碟的原因 就在這裡 10T的傳統7RB 大概可以挖到10個耕地 耕地所佔的面積 大概是101GIB GIB跟這個GB有點不同 160GB等於149個GIB 所以一個10TB的固態硬碟 大概有100塊耕地 那每一塊耕地 需要挖多久的時間 你用固態硬碟去挖 大概4到6小時 你用傳統硬碟挖 大概8到10小時 也就是說 傳統硬碟是固態硬碟 花了兩倍時間 就在耕地的時候 那耕完之後 你要把它放到 大型的傳統硬碟去 等待播種 等待它 升7RB出來 那我們就固態硬碟裡面 所以剛剛做SSD裡面 它其實還分MLC TLC GLC 這個是容量最小的 這個是它的10倍 T又是Q的10倍 所以M是最大 那M現在比較少生產 大部分你市場看到的是T 這大概是1萬次的 可以使用1萬次 大概是使用1000次 越新的 越不耐用 你趕快用回來 趕快來跟我買 所以新的 新的將來就是這種 這是目前在用 新的就更不耐用 這大概是它這個分類 那我們說大容量硬碟 還有另外需求是什麼 就是Google的相冊 在6月開始 你不能再用免費的 你要繳錢 每個人要交 那這時候你想 我每個人交給你 那我不如把它放在我的 電腦裡面 放一個大型硬碟好了 未來大型容量硬碟 還是會有需求的 除了挖比特幣之外 個人也是會有這種需求 因為Google要收費了 好 所以我們的7RB 這樣一個情形 出來之後我們了解了 它有大型的投機構 紅3 這個A16G 都慢慢對應 正式加入它了 所以我們這個會怎麼樣 造成它的 它的穩定性會比較高 大家會開始認同它 所以7RB這樣會取代 有可能要取代 是比特幣的 因為它會比較環保 那因為這個題材 做傳統硬碟的 最大零組件供應商 台灣最大的就是它 到底對不對 反正最後答案告訴你 它就最強了 因為只有它六根 張愛明也是講這一檔而已 但是我並沒有看過衛槓 因為衛槓的三千萬多 懂意思嗎 好 這樣就很清楚了 好